俄羅斯人意識到 奪取整個烏克蘭的企圖已經失敗 普京的軍隊在烏克蘭北部和基輔附近遭遇慘敗 只能恐慌性地從北部撤退 逃亡 放棄數百臺軍事裝備 現在 莫斯科正試圖在優勢兵力地區拿下烏克蘭局部的領土 週六 俄軍在烏東部地區發起六次進攻 但遭遇烏克蘭頑強抵抗 烏軍已摧毀了俄軍17輛坦克和車輛 擊落了8架俄羅斯飛機和導彈 烏克蘭新聲音寫道 俄軍的失敗非常悲慘 首先是在基輔附近 隨後在烏克蘭北部的其他地區也是慘敗 他們現在試圖其中所有的力量 希望在頓巴斯和馬里乌波爾 至少取得一些軍事上的成功 俄羅斯已經意識到 他們已經失去了爭奪烏克蘭中部的戰爭 審查榜媒體的主編布圖索夫表示 莫斯科偶然發現了 他們沒有考慮到的情況 非常強大的抵抗 巨大的 成千上萬的損失 這嚴重損害了俄羅斯軍隊的戰鬥力 而現在 他們不再確信能夠將他們的條件強加於烏克蘭 只是集中力量 試圖把烏克蘭領土削架去一塊 可以說 4月1日是俄羅斯軍隊逃離烏克蘭北部地區的日子 但有專家認為 俄羅斯軍隊會重整旗鼓 帶著適當的計劃返回 對這個問題 布圖索夫表示 至少在今年 如果沒有長時間的準備 他們將無法返回任何烏克蘭地區 他們已經遭受了慘敗 損失慘重 需要恢復實力 當被問其 應該如何看待 4月1日在俄羅斯開始的征兵 布圖索夫回答說 我並不害怕俄羅斯的征兵 我認為 他們至少需要有人員來補充 但這些人並沒有為戰爭做好準備 所以 他們將無法以某種方式影響改變前線的力量平衡 然而 俄軍並沒有放棄騷擾和平百姓的習性 《烏克蘭真理報》週四 4月3日報導 當天 俄羅斯軍隊再次對基辅西南郊的瓦西爾科夫市進行了導彈襲擊 其中一些導彈被烏克蘭防空系統擊落 其餘的導彈擊中了工作人員正在清理建築物和地面的區域 根據初步資料 有數名工作人員受傷住院 其中一名處於危急狀態 據烏克蘭空軍司令部新聞處下午報導 4月3日 烏克蘭武裝部隊 空軍防空導彈部隊 在哈爾科夫州擊落了一架俄羅斯戰機 他們還發布了一段視頻 其中截獲了入侵的俄羅斯士兵在飛機被毀時的通訊 俄羅斯人喊道 觀察停止行動 飛機著火了 內政部副部長格拉申科也宣布 在飽受戰爭蹂躪的19母士父親摧毀了俄羅斯飛機 他報告說 這架戰機是一架蘇35戰鬥機 根據格拉申科的說法 飛行員彈射 並試圖逃跑 但隨後被拘留 內政部代表還公布了飛機墜毀現場的照片 和飛行員彈射座椅的照片 烏克蘭軍隊總參謀部在臉書上寫道 截至4月3日早上60的一天裡 烏克蘭的保衛者在頓涅茨克州和盧干斯克州擊退了敵人的六死攻擊 摧毀了4輛坦克 6輛裝甲車和7輛敵方車輛 烏克蘭的防空部隊在過去的一天裡 擊落了8架俄羅斯飛機和導彈 包括兩架飛機 一架直升機 一架無人駕駛飛行器和4枚巡航導彈 烏克蘭總參謀部表示 空軍還在繼續打擊敵方部隊陣地 軍事硬件縱隊和後勤中心 烏克蘭軍方說 根據現有信息 敵方人員的士氣和心理狀況 以及他們的積極性水平仍然極低 俄羅斯西部軍區 第20聯合軍 第三摩托化部兵師的各級指揮官拒絕參加敵對行動 此外 軍人正在集體提交辞職信 總參謀部補充說 來自俄羅斯南部軍區第58聯合軍的第4軍事基地的 兩個營級任務組的人員拒絕參加在烏克蘭的敵對行動 並計劃返回其永久基地 與此同時 俄羅斯侵略者繼續在定居點的居民基礎設施父親部署武器和軍事硬件 並將人們從被占領土上驅逐出去 對當地居民實施暴力 進行搶劫和搶奪 據英國電訊報4月1日報道 普京有可能已經耗勤可行的坦克 導彈和戰鬥機 因為他們使用的部件是在烏克蘭製造的 所有俄羅斯直升機 艦艇和巡航導彈的發動機 以及相當一部分戰鬥機 發動機和地對空導彈及坦克部件都是由烏克蘭工廠製造的 但現在 這些工廠不再向普京的侵略部隊供貨 據瞭解 經過五州的衝突和對許多烏克蘭城市的猛烈炮擊 俄羅斯軍隊的武器已經所剩不多了 本週 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表示 該國正進入衝突的第二階段 並將把其部隊從基辅撤回 集中在東部的頓巴斯地區 俄羅斯軍隊繼續轟炸 亞素海的南部沿海城市馬里乌波爾 該城市可被用作 普京向其在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的軍隊提供補給的登陸點 西方政治家將這一聲明斥為 俄羅斯將軍在戰場上遭受重大損失後 試圖挽回面子 武器補給危機 將影響T-72 主戰坦克的生產 這是俄羅斯軍隊的主要裝甲車輛之一 其炮弹發射系統是在烏克蘭東部城市19母製造的 俄羅斯軍隊未能占領該市 公開來源的情報估計表明 俄羅斯在衝突中已經損失了約2000輛坦克和裝甲車 但真實數字巨性更高 據了解 俄羅斯也將無法補充KH-55巡航導彈 這些導彈從空中發射 可以攜帶核彈頭 俄羅斯 中國和伊朗都在使用 因為它們依賴進口部件 並使用哈爾科夫製造的發動機 不光如此 所有從直升機和船隻上發射的俄羅斯導彈都使用烏克蘭製造的發動機 西方的制裁意味著 普京也無法從法國購買武器 自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以來 法國向俄羅斯提供了價值數億英鎊的設備 消息人士稱 在普京未能像許多分析家預期的那樣迅速佔領烏克蘭後 俄羅斯軍隊目前的武器庫存水平相當糟糕 而另一方面 烏克蘭總統沃洛基米爾·澤倫斯基要求西方國家繼續向他的部隊提供致命的援助 包括導彈和其他武器用來對付俄羅斯軍隊 週四 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召開了一個由35個國家組成的捐助會議 以說服他們向澤倫斯基的部隊提供更多的武器 到目前為止 英國已經提供了4000件下一代反坦克武器和標槍反坦克系統 並承諾發送星光星痕超音速防空系統和6000枚新型反坦克和高爆炸性導彈 英國還向烏克蘭提供了防彈衣 頭盔 靴子 口糧袋和通信設備 美方則最新宣布要加碼軍援烏克蘭送出高達3億美金的軍武大禮包 包括裝甲車 彈藥 還有美軍最先進的夜視鏡 反無人機系統等等 以增加烏克蘭的空防實力 同時優化地面部隊的作戰能力 《華盛頓郵報》報導 美軍最新型的夜視鏡內建輪廓模式 視野更大 不用傳統的綠色眷光 鏡面上會出現發光的白色輪廓線 使部隊更容易在黑暗中辨識 也更能抵抗塵土 霧氣和煙霧 反無人機系統則會對無人機發送一種雷達訊號 阻斷無人機的通訊頻道 藉此迫使無人機降落 可謂是無人機殺手 伊萬卡川普又做到了 在為被困在飽受戰爭蹂躪的祖國的烏克蘭人 提供了100萬份參使之後 這位前美國第一女兒 又為烏克蘭組織了大量的醫療援助物資 那足足填滿了幾架大型的C-130大力神貨運飛機 在給正在幫助將貨物運送給烏克蘭人的波蘭總統和相關公司的推文中 伊萬卡川普說 被問到協助通過波蘭向烏克蘭運送重要的醫療用品 我感到很榮幸 剩餘的補期 足以裝滿4架以上的C-130大力神貨機 很快就會上路 感謝所有相關人員 作為他父親 前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白宮的主要組織者和行動者 自戰爭爆發以來 伊萬卡川普將注意力投向了烏克蘭難民 一位同時告訴媒體 在伊萬卡川普的努力運作下 行業和非營利組織為烏克蘭和波蘭提供了所需的關鍵藥物 醫療用品和設備 援助醫療用品的想法 來自波蘭駐聯合國大使克日什托夫 聖切爾斯基 他告訴伊萬卡川普 除了需要食物外 烏克蘭還急需醫療用品 在一週半的時間裡 數百個托盤的藥品 醫療用品和設備已經交付 足以裝滿5架C-130飛機 這位同事說 艾克和勞里 博爾穆特等捐贈者提供了重要的醫療設備 包括患者監護儀 除颤器 物化器和心電圖儀 其他物品包括 阿奇梅素 繃帶 注射器 急救箱 靜脈用品 燒傷包和敷料 第一架貨機一週多前已經起飛 伊萬卡川普正在幫助組織其餘的飛機 波蘭總統的網站上寫道 感謝對波蘭總統夫人呼籲為烏克蘭組織醫療援助的快速響應 美國的捐贈已經到達烏克蘭的醫院 並部分支持了接收來自烏克蘭的難民的波蘭機構 該聲明將伊萬卡川普 博爾穆特加族 美國田納西州州長比爾底 前參議員比爾·弗里斯特 以及馬克·貝尼奧夫 布拉德·史密斯和雷切爾·克拉多克列為提供援助的關鍵組織者